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中方證實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 將於在下週訪華4天 新體環境部表示 經中美雙方商定 克里將於在本月16日至19日訪華 雙方將就合作應對氣候變化深入交換意見 克里將會是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和財長耶倫之後 在近期訪華的第三位拜登政府高級官員 亦會是他出任氣候特使以來第三次訪華 克里日前接受訪問時表示 中美是世界上最大兩個經濟體 亦是兩個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 中美都負有尋求共識的特殊責任 他又說會敦足中國加快淘汰煤炭 打擊森林狠伐 並發布一項減少甲卷排放的計劃 歐洲議會正式批准有關歐盟 大幅增加自製半導體供應量計劃 以減少對亞洲的依賴 歐洲議會以587票贊成、10票反對 批准歐盟晶片法案 目標是在2030年前將晶片產量提升4倍 令到歐盟晶片在全球的比重達到20%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 歐盟必須投入超過430億歐元的公共和民間投資 而法案亦要求歐盟在研發領域投入33億歐元的預算 俄羅斯國防部長兆伊古表示 俄軍在特別軍事行動中 過去沒有和現在都不會使用雜速彈藥 如果美國向烏克蘭提供雜速彈 俄羅斯武裝力量將會被逼對烏克蘭武裝部隊使用類似手段 加拿大政府宣布修訂對香港人的救生艇計劃 撤銷Stream B B類工作移民計劃的大專畢業學歷限制 下個月15日正式申效 聯邦自由黨國會議員蔣振宇代表移民部長 俄羅斯宣布修訂詳情 修訂之後申請人只要滿足工作條件 無需提交在加拿大和海外的學歷證明 他又說不僅開放式工作證明 不僅開放式工作簽證OWP持有人 持有工作假期簽證和其他工作簽證的港人 只要在加拿大工作滿一年都可以申請永久居留 輝瑞澤認為撤銷Stream B學歷的要求是雙型的安排 也可以令到更多需要支援的港人去到加拿大 也可以填補加拿大的就業市場的勞工缺口 外交部駐港公署回應美國白宮宣布再次延長 針對香港局勢宣布的國家緊急狀態 批評是無理干涉中國內政和香港的事務 粗暴踐踏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進則 發言人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敦促美方立刻停止自取其辱的政治鬧劇 立刻放棄以港揭華的癡心妄想 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據路透社報導7月11日舉行的北約領導人峰會上 北約領導人同意不要求烏克蘭領行所謂的成員國行動計劃 令到烏克蘭入北約的進程從兩步縮減到一步 然而詐連司機亦感到不滿 他批評北約沒有給烏克蘭入約的具體時間表 是荒謬和令人失望 我們一起和巴士的報的評論員Anthony聊聊 Anthony你好 報道說到7月11日舉行的北約領導人峰會上 北約領導人對烏克蘭的入約申請作出了更加積極的回應 同意推進烏克蘭加入北約的進程 是不要求烏克蘭履行所謂的成員國行動計劃 使得烏克蘭入約的進程從兩步縮減到一步 成員國行動計劃是北約在1999年通過的一項機制 要求申請入約的國家、滿足、政治、經濟和軍事等領域一系列的目標 路透社認為放棄對烏克蘭的成員國行動計劃要求 將會消除幾乎加入北約的一大障礙 但是北約領導人並未詳細說明烏克蘭入約的條件 亦沒有給出具體的時間表 他們僅僅在一份聲明中說到 當盟國同意而且條件得到滿足的時候 我們將會邀請烏克蘭加入北約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說 無論是關於入約進程的政治信息 還是北約盟國的具體支持 北約從未發出過如此強烈的信號 他補充說 其他國家加入北約的進程 亦都是沒有時間表的 他們都是基於條件加入的 一直都是這樣 北約領導人無寧兩可的態度 引起了澤連斯基的不滿 澤連斯基11日發表講話說到 北約既沒有發出邀請 亦沒有給出烏克蘭入約的具體時間表 這樣是荒謬的 澤連斯基說 他懷著對合作夥伴和北約的信念 在前往維爾紐斯出席這個峰會 北約將會使烏克蘭更加安全 但烏克蘭也會將使北約更加強大 路透社指出 北約31個成員國顯然在烏克蘭入約問題上存在分歧 東歐北約成員國大多支持基庫 認為將烏克蘭置於北約安全保護傘下 可以阻止俄羅斯繼續發起攻擊 以美國和德國為首的部分成員國 真是更加謹慎 擔心與俄羅斯發生直接的衝突 拜登上星期曾經表示 北約成員國還未就 是否同意烏克蘭入約達成一致 他認為現在投票還是為時過早 烏克蘭還未做好加入北約的準備 只有在俄烏衝突結束之後 北約才會考慮接納基庫 但與此同時 北約一致同意 擴大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報道指出 在北約峰會期間 德國宣布再向烏克蘭提供 價值7億歐元的軍事援助 包括兩套外國者防空導彈 和更加多的坦克 法國宣布將會向烏克蘭提供巡航導彈 這樣將會提高烏克蘭軍隊 攻擊俄羅斯軍隊後方的能力 俄羅斯新聞秘書佩斯科夫11號警告說 烏克蘭加入北約將會危及歐洲的安全 這樣是吻含著巨大的危險 作出決定的人應該要意識到這一點 歐斯科夫還說 北約曾經試圖在俄羅斯邊境附近 部署軍事基地 這樣是導致當前緊張局勢的關鍵原因之一 在當前的形勢之下 有必要認識到俄羅斯的軍事設施 是從來沒有向著靠近西歐的方向轉移 但歐洲人似乎還沒有意識到這個錯誤 令人遺憾 謝謝Anthony 特區政府表示強烈反對和譴責 英國和美國分別假借所謂的旅遊警示 和國家緊急狀態再次混淆視聽 對特區貫徹落實《香港國安法》 依法防範、制製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和活動進行批裂的抹黑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 政府基於預先防範原則 目前計劃一旦日方啟動排放核廢水 會即時禁止源自東京、福島、千葉、麗木、池城、 雲馬、觀城、新式、長野、奇縣 這10個都縣的水產品進口 當中包括所有活山、冷凍、冷藏、江濟 以及其他方式保存的水產品 海鹽或未經加工或經加工的海組 每日早點新聞說到這裡